花莲县长徐真卫也率领的县府的局处首长一连几天 在全县超过50座公庙进行参拜祈福的活动 希望能够保佑地方平安顺利 花莲县长徐真卫率领县府局处首长一连几天 前往花莲全县超过50座的公庙参拜祈福 依序进献青花、鲜花、清香、素果、柴薄等等 祈求上仓必有花莲、陷阱安静、百姓安居乐业 请规扣手、六扣手、再扣手 徐真卫率同县府局处长、地方绅士以及公庙干部共同前程参拜 依循古法三县吉礼,以三贵十二扣首礼前心参拜 祈求四方众神必有花莲县、敬百姓五股丰收、百叶兴旺 现运昌隆、合尽平安、风调与炫 六一天、十二月十号参拜行程包括了光复香的宝安寺、瑞瑞香的清廉寺、玉里的斜天宫、 以及复礼的东腹禅寺等等总共有十五座公庙 在现场以及全体同仁的前心敬拜中盛会圆满也顺利结束 记者综合报道